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乏缓慢 讯阳力决定自己采取行动 寻找安全有效的疫苗 国家首席医疗官在行动小组会议上表示 到目前为止 本国已经有13万4千余人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 其中有4千人已经接受了第二剂 反馈非常的正面 通常只有短暂的轻微反应 无需一声的介入 他补充说 英国和俄罗斯的疫苗许可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将有助于加快匈牙利的疫苗接种速度 这意味着该许可证有效期为6个月 可以续签一次 这些疫苗的使用方式除在匈牙利授权使用外 所有批次均由国家公共卫生中心的实验室进行测试 只有在这些测试之后 才能施用这些疫苗 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宣布 德国蒂森克鲁伯汽车公司正在维斯普雷姆建立工程开发中心 西尔多比德表示 这项投资将帮助匈牙利保持其在欧洲汽车工业中的领导地位和据点 他补充说 由于这一流行病 公司正在寻找更高效的发展地点 匈牙利以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投资激励计划来满足这一需求 这个位于维斯普雷姆的工程开发中心将雇用80名训练有素的开发工程师 他们的招聘从今天开始 该新工程中心的建立将在22亿佛林的框架内 政府提供了7.7亿佛林的补助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胸眼里国家电视台提醒您注意 佩戴口罩 保护彼此 谢谢您的合作 感谢您的支持 佩戏 感谢您的支持 优优优独立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目标 中文字幕 李宗盛